这个吧 一个够吧 一个够了 一个够了 二十一块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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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喽 大家我是 怕烧火的秘密 相信大家不管在抹印还是抹手上 都会看到这样的视频 没事 你不用看 你就削就行了 想打削你就咋削 你就削到就关事了 哎 对了 还在那修了 你再试一下看到吗 慢一样就那么轻松 看好了这是牛股东 没牛的 一刀咔咔就断 我好像看出了个啥 那明明我花88块钱买回来了 然后去超市买了一把这个砍骨刀 还一把普通的菜刀 这两把刀好像才50多块钱 还是挺便宜的 然后我们开箱一下这个网红菜刀 这个是四瓶同款的 然后里面一共是一样东西 一个磨刀器 还是挺信心的 这里还有一个保护套 这个是 哇 里面还有一把剪刀 雪钻 哇 这个是砍骨刀 这超市两把和网红两把 价钱相差不了多少 然后今天应对挑战的分别是 这个特别大的牛腿骨 还有特别贵的猪肉 还有两瓶矿泉自来水 来 我们现在的话有请工具人王 来表演菜刀 看看这个水平 Round 1 切鞋子 这把就是王菜刀 王奶奶不行 我来切一下 这是个路卡 所以没多大关系啊 看视频里切得这么轻松 我怎么多切真的 让我们费劲 然后第二回合是切这个猪皮 我看往上的就是用这个网红菜刀 两个手指就可以轻松切这个猪皮 现在挑战南花指切猪皮 三 四 四下 现在是这个网红菜刀 但是这个网红菜刀比这个超级菜刀多一些 一 二 三 三下 一 二 三 四 四下 我感觉这个锋利程度跟这个超市买的 区别不是很大 都挺锋利的 并没有像网上的这么一刀切 我稍微用点力试一下 稍微用点力也有点费劲 所以切这个猪皮我感觉这个相差不了太多 再切这个瘦肉试一下 哇 好轻松啊 超市菜刀试一下 也好轻松 反正我是用的没什么区别 反而我感觉这个网 用的更顺手一些 好轻 这把刀有点重 就可以加餐了 接下来就压着我的牛骨头 这么四斤才21块钱 5块钱一斤 好了 接下来PK一下这两把刀 先试一下这个超市的砍骨刀 这能够砍得动啊 但是我不太敢用力啊 我怕这个桌子会塌掉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网红砍骨刀 这里砍一下 试一下 哇 感觉上石头做的 再试一下这个 超市砍骨刀前面是切菜部分一切就变形了 然后后面砍骨部分试了一下毫发无损 没任何变形 然后网红砍骨刀 也没像视频里面那么容易砍断牛骨 但是刀也没啥事 然后这个牛骨头上面的槽 势均力跌啊 都很轻松 总的说这个网红刀 这个菜刀 我感觉跟超市买的没什么区别 然后这个砍骨刀的话 这个网络砍骨刀 这网上视频有很大的夸大成分 不管是销水平也好 砍牛骨也好 并没有那么轻松 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刀不行 但我感觉跟一般买的这个菜刀 跟砍骨刀没什么区别 总的说我体验完就感觉 没有网上那么生气 当然也不差 拿进这个网红菜刀就视频到这里 多忙评论点在30下 好了 拜拜